另外在輪椅上面 這個是今年已經九十六歲的德國婦女 叫做傅智娜 她在二戰期間 擔任集中營指揮官的秘書 因此被指控協助謀殺 一萬多名的猶太人 上個月她在受審之前 竟然從養老院跑掉 後來被警方找到 因此這個案子 延到昨天才開庭 時間先回到九月三十號 原本應該出現在法庭的九十六歲 德國納粹阿嬤 傅智娜 桌上只有名牌 不見人影 因為阿嬤竟然在受審前 從養老院落跑了 幸好警方幾個小時之後 就找到人 而當天原定進行的宣判 只好就往後延期 當地時間十月十九號 傅智娜阿嬤包著頭巾 戴著口罩 在兩名照護人員陪同下 坐輪椅出席法庭審判 她在一九三九年 到一九四五年之間 擔任集中營指揮官的 秘書打字圓 被控協助謀殺一萬一千四百多名猶太人 這些受害者大多死於飢餓 或是被送進毒氣 逝而喪命 因為案發當時 納粹阿嬤才十八歲 還未成年 按照德國的法律 這次審判由少年法庭進行 所以一定要複製那本人在場 才能進行審理 宣告判決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